木瓜说电影 讲读很新颖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部搞笑恐怖片 发生在停尸房的六种情况 影片开始在停尸房里 经常在停尸房里工作的小白 鼓励新来的小帅不要紧张 然而当小帅刚准备工作的时候 小白打开了音乐 吓了小帅一跳 原来在小白工作的时候 喜欢听音森的音乐 小帅因为太害怕了 就让小白关掉了音乐 被惊吓后的小帅 还是迟迟不敢掀开死者脸上的面罩 于是小白为了鼓励他 就拿起手机和死者合了张影 然后开始给死者挠痒痒 并且让小帅也照着做 小帅终于鼓起勇气 结果刚一伸出手 死者的手就动了起来 还紧紧抓住了小帅 吓得他大喊大叫 小白一脸嫌弃 说他是自然反应 然后在给死者擦完身体后 小白拿出刚才的照片给小帅看 结果小帅居然看到 照片上的床下有人又被吓了一跳 于是小白又拿出了美女牌 在给死者擦胳膊的时候 小白问小帅平时看不看鬼片 小帅胆怯的说不敢看 然后小白告诉小帅 鬼片一点都不吓人 尤其是泰国的都是假扮的 加上可怕的音效 这时清洗剂掉到了地上 小白让小帅帮忙捡一下 结果小帅捡起来的时候 又被小白吓了一跳 在清洗的时候 小白突然对着空气说话 小帅一脸懵的看着小白 以为小白被鬼附身了 这时小白按了一下蓝牙耳机 原来他在和女朋友打电话 两人快要将死者清洗完毕时 你的灯突然一闪一闪的 然后从房间的上面冒出来一个人头 小帅吓得躲在了小白的身后 原来是小白的朋友阿德 阿德擅长柔术 所以经常爬通风管道来找小白 因为还没有工作完 所以小白就让阿德去外面等候 于是小帅惊讶的看着阿德 以诡异的姿势爬了出去 最后就剩头部没有擦洗时 小帅还是不敢揭开头部 两人在拉扯中 死者的头部还是掉了 结果死者居然和小帅长得一模一样 小白吓得坐在了地上 最后小帅说了一句 看见的不可怕 看不见的才更可怕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这个影片不是一部恐怖片 实际上是在呼吁人们 人体器官捐赠 让更多的人宠获新生 虽然有些无厘头 但是看起来还是十分搞笑的 好啦 看了电影就是我的人 点赞加关注 莫乖带你上高速 我们下期再见啦 我们下期再见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